发生在南韩首尔黎泰院 昨天晚间呢 在当地举行了盛大的万圣节活动 吸引超过10万人参加 没想到却爆发了严重的踩踏意外 南韩官方最新证实了 死亡人数是持续攀升 目前累计有151个人死亡 其中有97名女性 以及54名的男性 罹难者当中 还包含了19名的外籍人士 目前知道的有伊朗籍 以及乌兹别克 中国籍还有挪威等国籍的外籍人士 是罹难了 那目前呢 失踪的人数是增加到了355人 那么有目击者描述了 意外就发生在一瞬间 他表示突然间 大家都像骨牌一样跌倒了 另外有一名30多岁的女子呢 事发时他跟他的先生 刚好去洗手间 因此堵过一劫 他表示夫妻俩从洗手间回来的时候 看到马路上已经倒了50多个人 另外南韩的YouTuber宋赞 也在脸书分享 对不起宋赞 也在脸书分享了两张街道图 他说明这一回死伤严重的关键 主要是因为离泰院有很多是下坡路段 人群集体跌倒 后方的人又往前堆 因此呢酿成了悲剧 好这个最新讯息同样提供给您 那目前这起严重的财踏事故呢 造成了刚刚再更新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151个人死亡 82人受伤 同时还有外籍人士也罹难了 那有一名消防员的网友表示了 他说发生推击的当下 维持呼吸的空间是最重要的 最好是能够采取所谓的搏击姿势 手肘向外撑开 让你的胸腔有呼吸的空间 双脚用滑步前进 但如果你在过程中不小心跌倒了 可以把双脚的膝盖往外开跪在地上 然后呢双手是环抱颈椎 手肘放在膝盖上 让身体呈现三角形 这名网友也提醒民众 千万不能够躺下或是靠近墙壁 因为呢现场人实在太多了 如果你靠近墙壁的话 高密度的人群会向两侧的墙面来压缩 此时肺部会挤到没有呼吸的空间 就会因为压力过大而自息 好那这场活动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 其实主要是因为在南韩疫情解放之后 庆祝的第一个 这个万圣节的盛大活动 没想到却酿成了一个大悲剧了 地点就是在非常知名的黎泰院 好发生了踩塌意外呢 截至目前为止 151个人死亡 人数还有可能持续攀升了 南韩总统尹锡悦紧急召开会议应变 而至于造成意外的原因 还在调查当中 这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意外 南韩著名夜店区黎泰院 变成有如坟场一般 为了庆祝疫情解放后第一个万圣节 估计至少10万人 涌进了这个区域狂欢 但实际上的人数可能更多 却因为不明原因 在一条极为狭小的巷道上 发生大规模的踩踏 不少民众因为无法呼吸当场死亡 许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女性 有些民众被压在底下 根本无法被救出来 路边则是堆着尸体 一些救难人员 当街未昏倒的民众做心肺付出 也有不少民众参与急救 一一抬着昏倒的人 到比较空旷的地方 很多人也依此受伤被送往医院 由于死伤人数不断的增加 医院都无法应付 因此当局只好在附近 设立临时的停尸间 南韩总统尹熙月 下令召开会议紧急应对 来自全国四百多名 急救人员 还有一百多辆的救护车 以及首尔所有可用的人员 都到现场急救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事故发生的原因 很可能是一位名人到访离开院 吸引了大批的群众 有入一间酒吧 在狭窄的街上发生推挤 因此造成踩踏 而这是南韩2014年发生 杜伦沉默造成300人死亡以来 发生最悲惨的事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